各位嘉宾 上半场的四位嘉宾是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上海市道教协会名誉会长 上海城库庙住持 吉红中道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室主任 汪桂平研究员 山东大学特评教授 袁亨书院院长林安武教授 世界宗教与生态投资联盟主席 彭马田先生 下半场四位语谈嘉宾是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 严宇先生 上海市黄浦区 就业促进中心主任 方彦祥先生 甘肃省道教协会副会长 彭里福道长 江苏省道教协会副秘书长 黄新华道长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 我们这个分论坛的第一场讨论 掌声有请第一场三位嘉宾登台 我们今天第一场讨论的主题是 宝天长存 道教生态智慧 及其现代意义 近一现代以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 我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便利 现在我们夏天吹公条 冬天开暖气 出门有车坐 回家刷视频 我们有没有想过 支持我们过这样生活的 基础是什么 可能有人会说 是科技的进步 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事实上 科技的进步也好 生产力的发展也好 其实都离不开 我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一个利用 也正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开采自然资源 消耗自然资源 于是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 也有人会说 按照你的说法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如毛银血 刀跟火种的生活状态 很明显 回不去了 那么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想 这便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生态智慧 智慧是什么 智慧实际上就是体现了我们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生态智慧是基于现在的生态环境问题 我们如何的更好去解决 道教的生态智慧是基于道教文化 道教信仰的思路去解决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道德经里有句话说 植古之道 以欲经之有 我们用古老的道教思维 来解决当前我们遇到的生态环境问题 这便是我们今天这个分论坛的主题 道教生态智慧及其现代意义 首先 我们有请彭马田先生 通过视频阐述自己的观点 to understand the Tao one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balance between Yin and Yang and the dynamic potential of qi as the means for restoring and then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rest of life on earth that has been broken betrayed and shattered by selfish human activity in a world struggling to understand what has gone wrong and perhaps even more importantly how to repair and protect the planet daoism has a unique role i work with all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networks un world bank green climate fund etc who are trying to work out what to do next and i watch as they often try to use the mindset which got us into this mess in the first place economics social and personal daoism speaks of another reality and another way of seeing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many crises we face and we need this uh 感谢彭马田先生的一个分享 谭文认为有人从经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生态 环保问题而道教却从另一个现实以及另一种看待理解和应对 我们面临的许多环境危机的独特的视角 彭马田先生认为当前世界需要这个 基道长 关于彭马田先生所说的道教的这个独特的观点 也就是彭马田先生最后所说的世界需要这个 您是怎么理解的 好 谢谢主持人啊 那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啊 这个我们总是认为啊人类是万物之灵啊是地球的主宰 我们人类可以为了我们人类的生存发展可以随意的去征服自然 甚至是改造自然啊 有时甚至是把自然作为我们人类的附属 那么这种思想可以称之为人类中心主义 在我们道教的思想中 自然并不是我们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可以征服的课题 恰恰相反 就是我们人类其实只是自然寻魂中的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 我们以更为宏大的视角来看 我们人类只是这个世界匆匆的过客 而非主宰 我们道教明确反对 天地雇生人 天地为人而胜购物 等供人享受的目的论观点 我们讲的众生平等 就是强调要求人类要善待众生 看向众生的目光 是和善的 友爱的 而非贪婪的 傲慢的 只有平等地对待一些生物 那我们才有可能尊重 其他生物的生命 与之和平相处 反之 一旦我们聚告灵相 四亿的主宰万物 那么众生之灵 在这个屠刀下徘徊 一旦构成大怨 暴力之气 有为天和 那么这必将成 造成世道寡住的结局 从而引起大自然 对人力的报复 谢谢 指导长 指导长提出来 人 作为万物之灵 应该具有更大的一个责任 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不能够行使 君灵万物 主宰万物的权利 而应该与万物 自然万物 平等相处 那么 汪教授 您是道教研究的权威 我想您从道教研究的角度 如何看待彭马田先生 和指导长的观点 谢谢主持人 其实 像美国的著名的科学家 也是生态学家 卡普拉 他就认为 他说 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 道教提供了 最深刻 并且最完善的 生态智慧 首先 我们看道教的整体观 道教认为 人与万物 有一个共同的本源 那就是道 道德经就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说明道是 创生天下万物的 最终本源 那么 也就是说 天地万物 它先天 它就禀赴了 道的属性 那么天地人 它是同源 同构 同性 是一个紧密相连 互相依存 从而形成为 一个天人合一 自然和谐的整体 所以道教 有所谓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同体 这样的说法 那么 从天人合一的 这个整体观出发 道教非常重视 人对环境的依赖关系 认为 人与自然的 共生 共存 是天道 自然的法则 人类呢 只有掌握 自然规律 按照一定的规则 利用资源 才能够与自然 和谐 共存 与发展 所以道教呢 其实 也是很早就认识到 自然环境 与人类的这种 生存 它是息息相关的 道教认为 他说 天地不和 不得静无年 意思就是说 如果自然环境 遭到了破坏 人们呢 就不能够按下天年 他就是提醒我们 要实时警醒 要敬畏天地 那么只有保护好 自然环境 才能保护人类的 整体生存 谢谢我们汪教授 林教授 前面三位呢 都从各自的角度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那么 您能否从 医学的角度谈谈 我们应该如何 应对当前存在的 生态环境问题 今天我们在这里 探索这个题目 非常有意思 道教生态智慧 极其现代意义 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么难 共生 共长 共存 共荣 为什么这么困难 如果回到我们 道教的智慧 回到我们中华民族 最原先的 像小草般 生长的智慧 万物并坐 无以官复 老子 第十六章 我《易经》里面说的 天地之大德 约生 这个生生之德的传统 这个世界 早该太平了 但是这个世界 居然挑起了 处处战火 为什么 这是宗教 必须交谈对话 我们必须回到 道教的传统 好好重新去理解 教书多元 道通为一的 这点是 无比重要的 所以 生态 治理 回到生态 回到 一株小草的智慧 我认为 这个世界 是有可能 一步一步 走向和平的 感谢我们 林教授的分享 基道长 您认为 提倡以自然为中心 当然前面无所 要摒弃 以人为中心 那么这种以自然为中心的 生态环保力 对于我们人类的意义 又在哪里 我觉得 我们道教 以自然为中心的 生态能力思想 首先可以有利于 生态的平衡 在我们道教的理念当中 万物 不仅 都具有道性 而且 还多有其专属的 阴阳 五行的属性 互相综合 达成 微妙的平衡 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 那么就会产生 很多的生态问题 你比如说 像我们当今 被广泛使用的 石油 煤炭 那么按照他们的 这个属性来讲 是属于 阴的 但是经过燃烧以后 他们就会 变成阳 如果不加节肢的 我们使用他们 作为燃料 那么就必然会打破 自然界的这个阴阳平衡 可以说我们今天的世界 这个气候灾难频发 那么温室效应 越来越明显 很大程度上 就是资源利用固度 这个引起的 阴阳石痕 所导致的 所以现在我们人们 开始反思 这个经济至上的 这个行为模式 转而开始关注 碳排放 这个力求 实现这个 碳中和 那么却不知道 这个在我们的 古老的道教 在几千年前 我们就有如此的智慧 要以阴阳综合的理论 来理解 世界万物的 和谐发展 所以我们在这个 生态治理过程当中 要应当注意吸收 我们道教的 这个生态智慧 打破人类 中心主义观念 注重自然万物的价值 维护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实现 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存 好 谢谢我们 机会长的分享 汪教授 您是道教的研究学者 您认为 如果从哲学 哲学的层面 我们应该如何 阐释道教的 这种生活态度 道教它其实 一直就提倡的 就是一种 少思寡欲 清净 舔淡的 这种生活态度 道教认为 人生的价值呢 是在于提高 生命存在的境界 而不是满足 各种物质的欲望 那么人生的意义呢 也是在于奉献 而不是索取 所以道教 其实人生观的 一个核心 它是超出一个 有限的自我 从而走向无限 回归大道 那么对于目前 面临的这种 由于人类欲望的膨胀 是吧 然后对于 有限的资源资源 和脆弱的生态环境 甚至于对于 子孙后代的生存 都会带来 毁灭性的威胁的 为了人类社会的 这个整体的生存 和可持续发展 必须把个人的欲望 困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们彭马田先生 多年来参与了 很多的生态环保项目 下面呢 我想请彭马田先生 为我们在场的嘉宾 介绍一下 近年来道教 在生态环保领域 所做的一些探索和实践 Taoism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committed of all faiths to actually do practical action on the environment It has been my honour and delight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his especially the creation of the Taoist Ecological Temple at Kaibeishan in partnership with Lu Guangdai Temple the creation of the Green Pilgrimage Town at Lu Guang and the many projects across China inspired by the various statements and commitments that Taoism has made In 2009 the China Taoist Association proposed their plan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offering ecological education building ecological temples promoting healthy lifestyles advocating green architecture adopting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ncouraging green pilgrimage and tourism Since then the Taoist Ecological Temple Network has spread to 28 provinces with over 200 member temples The main areas where Taoist action is already happening but needs to be increased are as follows That Ecological Taoist Temples will serve as demonstration sites for best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for example focusing for example 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using renewable sources of energy improving the recycling system of temples separating waste and recycle as much as possible green the temples planting tre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emples' public spaces promote green lifestyles for example low-carbon lives and avoid the waste of food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aoist Federation these practical actions and the many many other things Taoists are doing to protect nature and help build a balanced world can begin to be fully appreciated There is no question Taoism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cological faiths and it offers hope to a world that often seems hopeless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share of your share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我们希望真的知常荣 荣来供 供来权 权来颠 颠来道 道难久 陌生不殆 真的是应该如此 而且有时候不是勇敢 我们道家还告诉我们 道教告诉我们 勇于不敢则火 勇于敢则杀 非常有意思 爱好和平 勇于不敢 不战争就是不战争 在这个过程里面 和平就是和平 这个世界就有新的可能性 尊敬的汪桂平教授 您认为我们对于 自然 社会和人之间 有怎样的认识 才能真正地从认识上 来解决当下的 生态环境问题 道教的生态思想 它的永恒意义是在于 对于威胁人类生存的 困体污染 自然枯竭 环境恶化等等 无解难题 那么仅仅用科技手段 治理是不够的 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 人类的思想 抛弃天人二分 技术万能的错误观念 纯心认识道家 天人合一 万物兼寒道性 等思想的价值 那么只有从思想观念上 觉悟 认为人类对其生存的环境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必须真正自然 保护环境 然后我们才能为自己 以及子生后代 留下美好的生存空间 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吉道长 就是你认为的 道教生态平衡的 系统观念是什么 道教生态平衡的 系统观念 其实就是这个 道法自然 我们道教所讲的自然 就是讲的是 自然而然的意思 是指这个事物 自己如此的 天然的 非人为的一种状态 那本则道法自然的原则 就是我们道教 反对人为的 过多的去干预 这个自然生态 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轻易地去干预 都会牵液发而动全身 那么我们最高明的做法 就是法自然 尽可能地去减少 人为的干预 更不能 肆意妄为 现在我们开始 我们这次新媒体论坛的 第二场 我们第二场讨论主题是 宝天长存 道教生态智慧 与移居城市建设 城市呢 是人类的聚居地 大型的城市 是高密度的人类聚居地 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 不断推进 城市问题逐步凸显 那么如何看待和解决 这些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道教文化 在其中又能够提供 怎样的智慧和助力呢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 四位嘉宾 共同跟我们谈 道教生态智慧 与移居城市建设的问题 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 我们说道教是众生贵生的宗教 众生贵生可以理解为 当然是粗浅地理解为 重视生命 重视生活 在这里我就想请教一下 我们黄新华道长 从众生贵生的视角出发 您如何看待移居城市建设 谢谢主持人 非常欢喜来参加 这样的一个业道会 那么在移居城市的 建设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其实也就是 我们在怎么样 怎样的这一个满足 人在城市生活需要的 这个同时解决好 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个 和谐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道教的 众生贵生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对于移居城市建设 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借鉴意义 道教对于生命的 这样的一个重视 它不仅仅是说 对于生命的 这一个周期的野长 很重要的一个点 而是关注我们 这个生命的这一个质量 对于城市的这个建设 不应该只关注在外部 而应该关注在 这个内部的这一个 这一个人自身 确实的一个需要上面 那么可能我们也 现在也发现 说我们这个城市的 这一个繁殖界的 更宽敞明亮了 我们的这一个购物渠道 更多了 我们这个娱乐的东西 娱乐的这个方式 方法也更多了 但是我们人生活在 这个里面 我们的这一个精神 却写得更加焦虑了 这个也就是要求我们 在这个城市建设 固谈当中 要追求借数抱谱 反谱归真 只有重视人内在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的 一个追求 注重人本真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人们才能在这个城市 过生活当中 甘其食 美其福 安其居 乐其属 好 谢谢我们 黄道长的一个分享 黄信华道长 从道教角度出发 认为移居城市 要道法自然 顺应物性 那么方一强先生 我看您是在 上海市黄埔局 就业促进中心工作 从您的专业角度出发 认为我们在 移居城市建设中 应该要注意些什么 说到移居城市的建设 我们往往离不开 三个层面 第一个前面 也是我们黄道长说起的 就是城市建设 或者说是城市更新 第二呢 我觉得应该是城市治理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就是 一个城市文化的打造 这三方面工作的 出色程度呢 其实就决定了 我们这个城市 是否移居 我们今天走进一个城市 市政的建设 往往是我们认识 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有些地方 可能让我们觉得 内心非常的愉悦 看得很舒服 而有些地方 觉得千篇一律 令我们烦躁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让我们产生 这样的感受呢 因为很多地区的更新 或者说是建设 它更多的是 从建筑保护 外观和谐 靓丽 以及技术层面 而出发 盲目追求 改造规模巨大 改造工期快的 这样一个效果 而忽略了 城市的综合复杂的 它一个社会的交往功能 经济交流 扩散功能 以及产业 协助功能 这样一个问题 其根本原因 是缺少对当地 人口 经济 社会结构 文化等方面的 一个整个系统的分析 因而形成了 更新措施 不符合我们人群需求的 这样一个情况 道教智慧告诉我们 城市更新建设 要以人的需求出发 以人为本 道教之所以主张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协调互补 共生共在 是因为在道教眼里 人与自然是一个 共生的一个 整个的生态整体 互相作用 感应相生 既所谓天人一体 城市建设 就要应该有 这样一个 以人为本的 整体的 这样一个系统观念 来支撑 感谢我们方主任的分享 那么严宇先生 您是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的研究员 从您的研究领域出发 我们应该 本着一种 怎么样的原则 去处理 城市中的各种关系 现在我们人类的社会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 对我们人性的脆弱 认知的不够 即便是有认知 而不能够克服 道家文化 最精髓的一句话 叫唯于学日益 唯于道日损 损之而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是什么 无为其实 在我的解读中 是对人性缺点的 一种自我的克服 无为就是你对人性的脆弱性 我们千万不要去考验它 有时候我们真是承受不起 所以道家的无为是手段 无不为才是目的 最后边才说 无为而无不为 所以道家这种平等公正的概念 我们代际之间如此 我们代内也是如此 就是我们同辈人 也存在这个公平 这种公平是我们真正的生态文明 好 谢谢我们严教授的分享 彭道长 您是甘肃省道教协会的副会长 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甘肃省的道庄们 在生态环保和宜居城市建设中的一些实践吗 地处西北的兰州 其本身的生态环境脆弱 除影黄灌溉区外 这里既有黄土高原 又有荒漠 降雨量很小 特别是在长期封闭的农业经济时期 许多茂密的山林变成荒山秃岭 但在荒山秃岭地区 人们时常还可以见到一片片小绿洲 那就是生态公关 及其周围的园林市公关 而在城市中的道观 通常为市区和市民提供了 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和优良的休闲场所 好 谢谢我们彭会长 那方主任 您刚才讲到城市更新建设 要以人的需求出发 以人为病 您认为从道教道法自然 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 那个道教生态环保智慧 能为我们城市的更新改造 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借鉴 谢谢 在早期的时候 天使道原本是不支持祭拜俗神的 也是做我们地方的城市 但是历史演进到唐宋以后呢 很多俗神因为对地方做出的突出贡献 而被道教收入了道教神坛 并在道教这个更为广大的平台上 得到了传播 道教神明设立与地方传统庙域的 这样一个结合呢 既是道教地方化的成功 其实也是地方庙域道教化的成果 这是道教兼容并蓄 直指人心的这样一个重要特点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们目前的城市更新应该好好地效仿 很多城市建设大拆大件 简单粗犷 其结果就是破坏了我们城市基底脉络 忽视了传统街区和传统风貌的这样一个保护 谢谢方主任 黄道长 您生活在苏州 前两天我看了个数据 苏州刚刚列入叫超大型城市 我想苏州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 也肯定面临改造和更新的问题 您认为在移居城市建设中 应该就是移居城市的建设过程中 应该本着怎样的原则 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人只是这个生态系统当中的这个一环 人可能我们凭借我们的这个智力 能够这个发挥这个对把这个很多的这个动植物 作为这个使用 或者说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但是人并不能去主宰这个 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需要这个顺应各种物的 这样的一个物性才进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想里面 我们这个生态智慧的这样的一个 移居城市建设当中 一方面我们是承认 在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 人始终是这样 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和目的 进行一个城市改造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是这一个目的 也是进行这样改造的 这一个手段的这个实施者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 不能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 要从人与自然共同体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我们要去遵循自然规律 发挥自然本有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进行城市改造 那么所谓我们说的这一个 贴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同体 也只有把我们的人与自然环境 整体的这一个利益放在一起 那么我们在移居的城市 这个接受过程当中 才能更适合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好 谢谢我们火道长 我们道教公关的心心点点的 吩咐在城市之中 道教公关的建设 如何参与一居城市建设 这个彭道长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今天讨论主题 再贡献点才华 这个道教教提出 道教生态智慧理念 其开展的建设生态道观活动 不仅是道教界自身实践教义的举动 也是立国立民的行为 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具有积极意义 生态道观是指 道观以宗道贵德思想为依据 合理使用土地 水源 植被等资源 绿化和美化道观内外的景观 合理配置 保护水资源 治理污染的设施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 和宣传教育的规章制度 大幅度提升道众的生态环境意识 最大限度地采用节能技术和材料 形成与周边自然环境和社区人群 相协调的良性生态圈 好 谢谢 谢谢彭道长 我觉得今天这场讨论 很符合我们道教所说的 一阴一阳之为道 阴阳激荡成就我们这个 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们相信通过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道教的生态环保智慧 在当代依旧有其思想价值 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第五届国际道教论坛 宝天长存新媒体论坛 到此结束 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 无量受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